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 我想相信近期你有玩开电话 或者你没有玩开电话都好 你会留意我的现象 就是电话多了一样东西叫做玩拉 玩拉基本上就没有分年龄限制 但是近期就爆得很紧要 不单只是年轻人 有时有些成年人 或者一些叫做有知识分子 有时都会玩这件事 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一回事 为什么会这么爆呢 我也想和你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观察 或者我自己的前线的经验 我想玩拉这件事本身 不是一个新的事物 但是如果用到现在的手机 特别在智能手机里面出现的状况 是令到以前的经验 加上现在的技能 会变成一个很爆炸性的处理 例如是什么呢 现在年轻人会透过这个工具 所以他可以在街上 和很多不同 不懂的陌生人 去接触 甚至乎会有交谈 有些人会这样给意见的 现在玩拉就好像用一个 Whatapps 类的 instinct message 的方法 加上就好像一个留言板 因为你一写的时候 其实全部如果他有这个 apps 的时候都看到他写什么 而他最爆炸力的就是 可以加上好像 Facebook 里面打卡的作用 就是同一时间你在现在 和周围大家有apps 的人 你可以一览无违 看到旁边有些什么人 以至你那种刺激感 不单止在网上去找Friend 而是可以在街上 你现在在这里按一下按的时候 就知道旁边有些什么人出现 但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有什么问题呢 或者有些什么要关注呢 如果我自己做社工来说 我觉得这个现象 是很反映现在年轻人 一些很深层 或者是成长的需要 第一 年轻人喜欢朋友 认识新朋友 是很必然的 而现在只不过他在用这个科技 他可以认识一些 以前没有想过的可以认识 甚至原来不知道旁边有朋友 或者那边有什么人 但是透过这个工具 会令到他突然间 在短时间 他会有一个爆炸性 他认识可能十个 二十个 甚至三十个 第二 以前在网上 你给留言的时候 你不知道有多少人 不知道几时看 但是你玩这个工具 他可以即时性 看到有多少人回应 大家原来在旁边回应 将一个网上的生活 更加现实 带到他的生活状况里面去看 尤识里面最看到的时候 就是现在这一代的年轻人 在他的成长学习里面 其实他需要这些即时的回应 这个即时回应 他希望透过这些工具 他为什么那么喜欢玩的时候 其实就会令到他一个很快 很即时的一个效果 然后加强他那种的刺激 和他那种的需要 他会再更加想玩进去 然后这里 其实有个我们大人 或者我们关心青少年的人士 需要留意的一件事 就是第一 当我们听到一些新事物的时候 我们先不要那么快去批判 这种的工具 或者这种的玩意 是不是叫做很大的问题 他玩得一定是对于他们 是一个吸引力 特别是一个正面和欢愉的吸引力 我们才要了解 其实他玩这些时候 带给他那种开心 他那种刺激 和那种新奇 不要第一时间去批判 第二 我们要接纳其实 他欣赏他一些正面的东西 如果以前经常说 上网搞 去玩一些网上工具 其实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是差了 但其实透过现在这些工具 是令到更加懂得和别人 一些回应和相处 是有一个正面的带动 我们怎样透过这些工具 去令到那些年轻人 了解自己现在的情况 以至他可以学习多些 和别人的相处 不单只是文字上 而是面对面 但同一时间 我们都要关心的 在这些工具里面 有没有什么陷阱 我们要提到那些年轻人 我很相信大家都知道 在网上 因为监控 或者玩这些APP的时候 大家的支援相对是少 以至你这些个人的资料 或者你甚至电话里面的私隐 或者你自己说过的东西 是很容易散播出去的时候 他那个慎言是很重要 因为不只是纯粹说 而是有记录 而记录可能不是你自己的电脑 对方以前点对点的电脑知道 现在是很多人都收到 你这部电话 这个号码所说的东西 所以他自己对自己的言责 或者内容的披露 其实我们都要多些提醒 第三 其实都有机会因为这样 他们会接触到一些所谓的陷阱 例如可能在一些网上 有些人会利用这个空间 会去认识一些年轻人 以至带动他 去引诱他 他做一些违法的事情 当然这个不是一个必然的 但我们提醒年轻人在上面 他怎么判别 哪些是叫做合理一点的事情 他可以跟他谈多一点 哪些呢 其实是一些同意的陷阱 他要小心 例如可能一些钱的交易 又或者要他们从事一些不道德的行为 这些都是我们要慢慢提醒他 所以那个提醒 不是工具本身有问题 而是使用者的年轻人的装备 所以如果现在我们要照顾 或者要培育年轻人的时候 不是纯粹以前这样 就是step one to three 好企理地 好一步步规范地去教他 你要持有现在 他用着这些这样的apps 或者这些工具的时候 去跟他聊天 了解他的状况 那最后 我想整个社会 你可以说 日光之下无身事 但是做我们做年轻人工作的话 更加要学习 就是当有身事的时候 我们要尽快去了解 不要我们自己固步自封 觉得这些东西是跟以前一样 以至我们不会再认识 刚才所说 LINE这东西 是将类似work apps 这类instinct message 加留言板 加打卡 夹在一起的时候 这三种会产生什么变化呢 其实我们还要再观察 再研究 所以我自己都是一个很初期的了解 所以大家一起多些参与 一起讨论 明白个现象 然后看一下有什么地方 我们要提醒 什么地方要做得再好些 那这个就是我自己的看法